但不上是真正的宠爱 她只是自己用来反抗母亲的一个工具 在顺志的眼中 巴士是一个宫女 宠幸她可以打击到自己的母亲 也可以表达自己对皇后的讨厌 不过就算是不是真的宠爱 但是翻牌子和事情这件事是真的 这也是巴士能够在四年生下三个子女的原因 也是巴士比宠妃董厄妃更厉害的一点 不管董厄妃如何受宠 始终都是人家巴士子嗣更多 在那个年代 孩子多的女人 在后宫也还是有些地位的 能有一个方面超越董厄妃 巴士也是了不起 不过没有真正的爱情为基础 最终的巴士结局还是以悲剧收场 顺植后宫的身子狂魔 竟无故身亡